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allelujah 那么刚才的诗歌呢 就这个歌名叫做 100% 爱你 这个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本地的创作 就是由我们基隆坡 天恩录音室的这个 James C长老他的女儿 唱的这首诗歌非常非常好听 鼓励大家来支持本地的创作 好 那我们今天早晨 我们一起来看 哥林多前书第13章 那我的主题就是 最大是爱 最大是爱 那弟兄姐妹 那我们 你会发现呢 在昨天12章的时候 我们的黄历兵牧师 就讲到属灵的恩赐 有没有 然后呢 在12章的31节 最后一节他就有提到 最妙的道 最妙的道 有没有 然后呢我们看到 第14章 又讲恩赐 那12章讲恩赐 14章讲恩赐 那么在这个13章的中间 他就插进了一个爱的主题 有些弟兄姐妹说 这是爱的真谛也好 爱的定义还是爱的原则等等 但是总而言之 我们看到的保罗 为什么要12章14章 中间插进一个爱的主题 原来在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教会 对不起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他们一直都是争来争气 争来争气 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你会发现里面很多的经文 都体现出当今的教会 所发生的问题 有没有 当今的教会 如果一个教会是没爱的话 那个服饰呢 就会越来越中担 然后呢 从负担变成中担 从中担变成压力 从压力变成烦恼 然后呢 从烦恼就开始骂人的 所以你会发现 当一个人没爱的时候 他服饰 他就会越服饰 越生气 越服饰 越很在意人的称赞 然后开始呢 当别人不称赞他 别人不说他好厉害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生气的 开始发飙 然后呢 他可能说 我不要服饰了 我不要当组长了 我不要带领兴拜了 等等很多的问题 或者呢 可能就争来争去 有没有 所以 当时哥林多教会呢 就开始的在争 谁的恩赐比较大 谁比较有智慧 比较厉害 而巴罗说 大家请你注意 恩赐是哪来做什么 恩赐不是哪来比较的 恩赐是用来造就人的 恩赐是用来造就人的 所以既然是恩赐来造就人 既然恩赐是神所按照 圣灵按照自己 谁几亿来分给大家呢 那么圣灵是爱的灵嘛 所以因此呢 爱就是应用一切恩赐的 必要的严肃 就是服侍神 必须要有一个爱的原则 所以保罗就在下一章呢 就再进一步的来探讨 就是说呢 在这个方言跟先知讲道 两个恩赐之前 因为当一个人 要用讲道 要用神的坏造就人的时候 保罗先跟他们说 停住停住 你先要有爱 你可以讲万人的方言 你可以讲很多议言 什么 you can prophesy anything you can prophesy but without love whatever you prophesy is useless 就是没用的 弟兄姐妹 所以他就说先讲要讲爱 因为我有爱 真正懂得爱的人 他才懂得怎么样真正的使用恩赐 那我们有爱 我的恩赐有多厉害呢 最后还是一场空 所以有恩赐又会怎么样呢 所以保罗说嘛 你有恩赐又怎么样呢 对不对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 这三样 其中最大的就是爱 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在短短的这几段的经文里面 他所要带出来的意思 好我们就进入一起来看 我们看首先的三节 他说呢 没有爱的服饰会怎么样 没有爱的服饰是很干燥的 我们来看 第一节说 若能说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的话语 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明了罗想的博一般 我若有先知讲道智能 也能明白更大的奥秘 更大的知识 而且有全辈的心 全辈 能够移杀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失梦 我若将所有的周继穷人 又舍几身 叫人粉烧 却没有爱 仍然以我无异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这里 保罗 那么 弟兄姐妹 保罗在这里呢 是要讲到说 无论你做些什么都好 你可以发议言 你可以讲道 你可以施行很多的恩施 释放住你的恩施 任何东西你都可以做 但是 里面 切少的爱的严肃 那算不得什么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 是一个没有爱的福祉社 你有超凡的恩赐 也没有真爱 又怎么样呢 那我们知道呢 方言 首先我们要知道 方言是哥林多 教会信徒认为 这么多恩赐当中 最厉害的恩赐 这个就是教会的问题 弟兄姐妹的问题 常常把恩赐来做比较 那些会说 一言的 那个牧师很有恩高 如果这个牧师 不会说一言的 只是服侍人的 那你觉得他就没恩高 完全错误 wrong 100% wrong 每一个恩赐 都在神的眼中 都是一样 没有一个恩赐 不确 我们不能够说一个主领 敬拜的 他就比较厉害 那么呢 在敬拜团你的主领 注册了 就不厉害 不是的 弟兄姐妹 大家 昨天 我们环林毕已经 牧师已经讲了 我们是彼此相须 We need one another 我们彼此相依 我们彼此依靠的 We depend on one another 就是我彼此需要 所以没有所谓 哪个恩赐比较大 哪个恩赐比较少 所以 往往教会就是 比较的情况 就争得起来 所以保罗就谴责他们 他说呢 如果没有爱 而这个爱是指什么爱 这个爱是指神圣的爱 从神来的爱 那弟兄姐妹 我想告诉你 无论我们多爱人都好 我们是透过我们人的爱 都会不完全 因为我们往往的一个问题就是 看到我们比较喜欢 我们就爱多一点 看到我们比较不顺眼 我们就少爱一点 或者甚至眼瞪着他都可能 所以保罗说嘛 如果你没爱 你发挥不了什么 所以这里讲呢 明的罗 明的罗 言文就是明的铜 这是以前他们敲锣打鼓 就是这个铜 就是说呢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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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音乐呢 没有鼓 没有吉他 没有琴 那么你唱一首歌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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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吗 不好听对不对 然后你尝试看 唱一切歌颂照片 拿那个铁板来敲一下 好听吗 不是很好听 然后呢 有时候呢 敲久了 人家就很烦 你干嘛整天拿那个铜板来敲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呢 又配上其他的乐器 那么就好听了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就是说 换句话说的 没有真爱的原则 来应用恩赐的 只是非常单调 声音是很大 但是呢 却无法给任何人带来任何的好处 好 第二呢 我们看到有超凡的能力 知识和信心 却没有爱 所以保罗说呢 哇 哇 如果你可以又先知讲道啊 讲各样的奥秘 哎呀 但是又怎么样 对不对 没有 没有怎么样的保罗说 都是一场空嘛 对不对 然后他说 哇 如果你有超凡的行为啊 哇 又可以叫人呢 叫人粉烧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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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人 就像我们前一阵子的灭情 好多的教会 好多的人 去分食物啊 分干粮啊等等 但是看到人我们就讨厌 看到人就看到同胞 看到有主我们就讨厌的话 那么你分多少食物都没用 在上帝的眼中 在上帝的这个成绩单里面 你去看多少分 零分 零分 弟兄姐妹零分 那其实保罗之下带出的意思是说 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 外表看起来好像非常好 对不对 也可以叫人粉丧 切没有爱 就是外表给人家看来是很好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没有从神那边 神的爱感动而出来的爱 什么是安格比 安格比就是神圣的爱 而这神圣的爱 必须是你经历到神的 神的爱感动你的 然后从你里面 涌流出来 不是挤出来 不是撞出来 是涌流 因为是充满的 才可以流出来 所以你看 那些爱是从神那边领受的 Encounter with God Experience God That it flow out from you 这是从你那边 自然而然 会从你那边流露出来 所以是不是我们需要有神的爱 第二 爱的特征 保罗就说了 既然大家我们在讲爱爱爱 那么保罗就提出什么是爱的特征 爱到底是什么 他要让信徒可以分别出 有爱跟没有爱的服事的分别在哪里 但是保罗没有在这里定下一些定义 他只是描述 爱到底有爱 然后会怎么样 没有爱会怎么样 所以第一 他说爱是很久忍耐 又有恩慈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指什么 他自己已经明显讲 Love is patient and kindness 所以就是说 爱是很久忍耐 又有恩慈 然后呢 下面他又讲了 爱不是什么 爱不是什么 但是呢 我把它归纳起来 第A就是爱是什么 然后有爱又会做什么呢 OK 有爱的人呢 他就会喜欢这里 就好像一个人惹你生气 然后呢 你忍耐 对不对 但是你这个忍 不是忍受 你这个 这个忍耐呢 是有恩慈 Patient with love 那为什么你能够 Patient with love 因为你知道神的坏 你喜欢真理 所以一个懂神坏的人 他不是忍受 他是忍耐 Enduring 他是Patient With kindness 所以当他有神的真理 他看到什么事情 别人怎么样 讲他 惹他 他都没关系 因为他是 凡是抱拥啊 OK啦 我们抱拥他 因为可能他不知道 我们凡是相信 凡是带着盼望 凡是忍耐 这个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第二呢 那爱不是什么 爱不是基督啊 爱不是自夸 不是不张狂啊 如果你讲我们爱教会 我们就不会的 说我们的恩赐比较厉害 别人的恩赐比较差 对不对 爱是不求自己一处 比方说 我在带领敬拜 带领得非常好 那么别人带得不好 我不能够轻看他 我不能够贬低他 弟兄怎么你带领 敬拜带领这么差 那么神就是给我这个责任 不求自己的益处 是求他人的益处 对不对 我们不会轻以发怒 不会随便就骂人 随便就骂人 因为我们知道别人软弱 是我们的责任 把他扶起来 我们不会计算 别人的恶也不 会喜欢不义 这样的情况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的是 爱的特征 所以真正的爱 不是因为外面看起来 好漂亮 非常好 你才去爱他 真正的爱 不是因为感受到很舒服 这个教会好舒服 这个教会的冷气 这个教会敬拜好舒服 所以我爱这个教会 如果你是因着这样的爱 可能有一天 你教会的冷气 不舒服了 怎么办 那你就不爱了 我说 我爱我这个教会的牧师 讲道很棒 很棒 所以我爱这个教会 当然你爱你的牧师 没错 但是你不能够单单 因为他讲道 你就爱他 但如果有一天 他老了 他没力气了 他讲道 声音也很弱了 那你还爱不爱这个教会 因为到最后可能你不爱 因为你的爱的根基 是你因为你爱这个牧师 很厉害讲道 然后有一天 这个牧师讲了道 可能不合你心意的时候 那你说 哎呦 我不爱这个教会 那就是错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爱是爱神 不是爱任何的环境 任何的人 任何的情况 我们都是爱神 好 最后我们来看 保罗就直接讲了 真爱是追求永恒的价值的 真正的爱是有永恒的价值的 第九节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他说 我们大家了解真理 我们必须承认 We have limited 我们了解的知识有限 包括先知 包括Prophet 他们所讲的东西都有限 都不会一百八千准切的 但是他说 等那完全来到 有限的必归有无有 那完全的来到是谁啊 耶稣基督 完全 耶稣就是 Jesus is the only perfect God 所以那个完全的来到 有限的必归有无有 他说 我做孩子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 信誓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继承的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去的 所以保罗说 如果你们以前属里不成熟的时候 讲话当然就是不成熟 信誓也不成熟 但是既然你已经成了 既然你信了耶稣 既然已经成长了 那是不是要把以前的事情丢去 以前那种无知啊 跟人家争论啊 比来比去啊 你看小朋友最喜欢比较 对不对 在小学的时候 你爸爸做什么工啊 我爸爸是医生啊 哎呀我爸爸不是医生 我爸爸是警察啊 我爸爸是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他小孩子比较喜欢真来真起 那成人他们就不真了 因为 爸爸是什么的岗位不太重要 最重要就是 我们现在要去学习东西 他跟我们的父亲的职业 没太关系 但是呢 就是小朋友就喜欢 比来比去 对不对 我的什么比较厉害啊 等等 那十二节就是说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呢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时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 我一样 如今长寿的 有信有望有爱 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那保罗要讲什么 保罗就是要欠信徒 千万千万不要为了 短暂有限的东西 真的你死我活 对不对 哦 你有什么厉害 你怎么样厉害 他怎么样厉害 哈梦 弟兄姐妹 你的牧师多厉害都好 或者你的领袖多厉害 这些都是暂时的 好了 给他厉害又怎么样 对不对 那我们真正要传达 就是神的爱 因为我有爱能够改变一个人生命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要再去争 就是说 所以有时候我 我感觉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在 比较 我们是一间比较大教会的弟兄姐妹 那么我们也不要去贬低一些弟兄姐妹 可能他们是在比较小教会的小教会区会 我们常常会有这个问题 哎呀来我们的教会啊 我们教会比较大 我们教会 哎呀有经办很好啊 是大男 大男的教会各方面都齐全都不错 但是上帝如果把这个弟兄姐妹放在小的教会 那你就不要把他拉去你的教会 你应该祝福他说 哎弟兄姐妹你要好好在你教会成长 在那边学习成长 学习来服侍神 那有时候在我们的好意 所谓的好意里面 我们把人从小的教会拉出来之后 他可能在大的教会 他没有任何的机会服侍 但是如果他在小的教会 他还有机会可以服侍啊 弟兄姐妹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不要彼此拉养 这个是不对的东西 那么除非上帝要你帮助他 就是祈祷另外一个教会 要不然我们不要做这些事情 做这些事情呢 是没有办法遭就到神的教会的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们我们不是彼此轻看 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 There is a principle in the local church 就是地方教会呢 我们必须彼此尊重地方教会的应作 我们彼此尊重 来自不同中派的牧者 不同中派的牧师 如果这个教会没用 为什么上帝要让他存在呢 既然上帝让这个教会存在 哪怕这个教会是十个人 二十个人 他都有存在的功能 就是上帝把他放在那边 就有他的影响力 好 那我们看到呢 就是保罗就是告诉他 大家说 以前我们在这个限制议员 或者这个正式言语 所讲的东西只是部分而已 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认为 这些恩赐都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保罗说你多厉害都好 还是能有限的 那保罗到最后呢 就带出给他们说 只有这三样 那恩赐会停止 有没有 有一天你到天上的时候 不用再用恩赐了 也不可以用你的恩赐来 Boss Oh I can I can I can Prophecy I can I can see The future 等等 这些都没用的 都没用的 然后保罗说什么 信望爱当中 这三样最大的就是 最大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神嘛 对不对 耶稣基督还没来 当然我们信耶稣 但是呢 我们看不到 我们必须要用心心 对不对 第二呢 天国虽然来了 但是还未完全嘛 Already but not yet 所以我们很需要 Hope 我们很需要盼望 因为有神的盼望呢 我们才会持续持续的信靠 但是将来的天国 未完全来到 唯一一件事情 就是爱 所以先进一直到永远 爱是不改变的 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就说 我们不要把 有限的时间追求 这个暂时的东西 我们一个人 活在世界上 只是短短的几十年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四十岁 你再想一下 你还可以活多少个十年 如果像我这样五十几岁 我在想 我还可以活多少个十年 顶多一个十年 两个十年 最多三个十年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活在这世界上的时间不多 所以我们应该把有限的时间 不要再去彼此争论 彼此比较好好的去完成神的工作 去爱人 去影响人 放下更多的东西 不要再去争 不要为了那一口气 去跟别人争 没有办法给神的天国 带来任何的造就 好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感谢观看